各位,杨个心想 咦,难道我暈了之后 是那位疗毒性守卫了灵丹妙药给我吃 解散了我的情花毒的? 哎呀,不知道姑姑现在在哪里呢? 如果她知道我不死得 报报开心到什么都可以 她想到五芝六味的时候 突然她心好像被人出力插了一刀那样 痛到她死死下 忍不住大叫一声 哎呀 哎 她自从吃了球千尺那半粒绝情丹之后 未曾试过痛得这魂那么浇关的 哦 看来肯是那些药气过了 而身上的毒性又未驱取 当时 杨个双手挖住胸口 咬住牙关忍住痛苦 痛到她死去活来的时候 武三通带着一个乱无勾备的天竺国和尚进来 也就是印度僧人 武三通一进来 看见杨个好辛苦那样 马上另转头对天竺僧人说 术师叔啊 他 他肯是毒法啊 你 你快点给解药去吃先啊 天竺僧人就不懂听汉语的 没有出到声 走到杨个那里就帮他把脈 哦 武三通醒起了 就趕快去请他师弟朱子柳来 朱子柳精通繁文 于是就过来全译 杨个痛了一排 慢慢没那么痛了 于是就将中毒的原由 就说给天竺僧人听 天竺僧人听完 又详细问过情花的情形 然后他说 本来你的情花在几千几万年前 就已经绝了种的了 在佛书上记载过 当日情花害人无数 被文殊师利菩萨就化了去 世间再没有流传了 想不到中原仲有 那事关他没见过这种花 故此不知道他的毒性 就没办法落药了 武三通等朱子柳翻译完这段说话 他对天竺僧就猛地叩头了 师叔慈悲 师叔慈悲 意思就是叫他快点想办法救阳哥 天竺僧双手合十 就念了声阿里陀佛 然后就再说 杨过绝了这么多毒血 本来就即时没命的 但是现在还健在 而情花毒到其法作又未致命 可能是以毒公毒 两种剧毒 双侵双克的缘故 杨过听朱子柳翻译完这番话 他都觉得很有道理 天竺僧又交代杨过 他准备去绝情谷亲眼 看一下那些情花 严清毒性 这样才配制到解药 在他未回来这段时间 杨过如果不是太过想念小龙女 那就实会不痛 如果不是 就会一次痛过一次的了 母三通一知道 师叔这么说 立刻就搂着朱子柳去绝情谷了 那朱子柳当日 被霍都皇子暗气打伤 也是多得杨过用计 拿到解药的 所谓有仇不报非君子 有恩不报是小人 朱子柳当然没问题了 他说我们护送师叔的绝情谷 到时两师兄抢也好 等师叔配制也好 总而知 几大都要拿到解药回来之得 杨过见他们两师兄 觉得微非色母 但是天竺僧就皱起眉头 有点忧虑的神色 杨过估可能是自己中毒太深 或者连这位辽毒性手都没了符 于是他就问 大师有什么事 不怕老实跟我说 朱子柳又译给天竺僧知 天竺僧听完就说 他说这种情花毒 不同一般 所谓毒同情结 害同心通 让个情根心中 和那些毒物 糾纤不清 很难解脱 就算他们去绝情谷 拿到那半粒绝情丹 回来 也未必清除到 如果杨过 羊过徽慧剑 斩断情丝 那这些毒不食药 都会自己化解 杨过知道 心想 要我不和姑姑好 不如等我毒发身旺酸 不过去心想 还心想 那把口 还是多谢大师指点 那母三通 临走的时候 就怕杨过心口滑 杨兄弟 你比心 静养 我们会尽快 拿解药回来 到时等你好 我就要开开心心 喝你和郭芙那餐 喜酒 杨过兇了一下 但想到这件事 就不是随便说得清楚的 也免得解释 那他们三个走了之后 杨过就迷迷懵懵 又睡回着觉了 一睡就睡到 第二天天懵懵干 他几日没吃到东西 觉得他肚子很饿了 见到床头上放着四碟糕点 他拿来吃了几个 吃吃下的时候 到门 被人小小力推开 那这阵时床头那只红竹 还烧剩半截 未曾熄 杨过见进来的那个人 就穿着一套粉红色的衣裙 哦 原来是郭芙 阿芙 什么这么早的 郭芙 那一声就没有答话 一屁股就摔到床头那张椅上 碌大眼挖住阳哥 阳哥被他挖到不好意思了 阿芙 阿芙 是否郭芙叫你来有事跟我说呢 不是吧 他说话就挖声挖气 如果比就平时 杨过早就另转变 懒得理他了 不过现在他还以为 郭芙家里有什么事 那他又问 郭芙 你妈妈扫完小孩 没什么事了 哼 我妈妈有什么事 都不用你理 啊 杨过最不愤 这样被人单单打打的 心想 郭芙 你似着老爸老母名气大 都不用这么招职的 想到这样 他忍不住 哼 再一声 郭芙就马上问了 你哼什么 哼 杨过不理他 又哼了声 郭芙就大声说呢 哼哼声做什么 杨过说 没什么 我鼻闻 哼两声舒服点而已 精排阿茂整饼 没有那样整个一样 杨过心想 为什么他无情白事 来向我发火呢 哦 难道我先几日 去哄大母小母那时候 说些说话 让他知道了 哦 那杨过就忍不住 小笑话了 哦 阿芙啊 是不是你怪我上两天 和大母小母乱说话呢 你和他们说些什么 麻烦你多说一次 让我欣赏一下 哼哼 无谓啦 阿芙 其实 我是为他们好 免得他两兄弟打生打死 激烫个老爸而已 哼 哥仔哥 你就哄得母伯伯开心啦 只难为我而已 你当正我是你的 我今世都不用嫁人的啦 郭芙欲紧到人家 亨类混骑嘛 杨过健就有些后悔了 那晚自己口花花的 越讲越得戏 猜不到骗到大母小母 就讲衰了郭芙的明星 那女孩人家 最紧要明星的啊 郭芙见到她 想着想着不出声 就更加火了 母伯伯赞你啊 说大母小母不够你打 他们这样就对我心识了 是不是先 唉 杨过猜不到 母三通这个人 棚牙这么疏的 好像装了个烧机 什么都漏了出来 唉 没办法啦 他就只好摁下头 认了啦 阿芙 我生安八造 是活该死的 不过我真是没心的 那郭芙自小 和母士兄弟青梅竹马 对他两兄弟都有情意的 现在知道 真是被杨过 骗到他们对自己死了心 那哪有说不生气的 他就说了 好 好 杨过 我这件事慢慢地和你算账 那现在我妹妹呢 你抱了她去哪里啊 她 她是被李莫愁抢走了 我抢不回你 不过只要我不死 都会去找回她的 还需要找啊 李莫愁是你师伯 肯定是听你说话 抱了我妹妹去绝情谷 帮你换解药啦 阿芙啊 我如果真的有这样的心 又用什么师伯去呢 我自己不会去吗 你身上情花毒法 不请你师伯去都不行的 这些事 是你小龙女师傅说的 他还叫朱子柳送小红马给你们 赶到绝情谷 我师傅 那杨国就越听越不明白了 以为郭芙决他而已 他就说 好 好 郭芙 除了你怎么说都好 我免得跟你浪费了 我师傅呢 我师傅现在他在哪里啊 他走了啦 李莫愁一丹丹的 都是那些口花花的人马来 林走他还跟我说啊 郭姑娘 郭仔个人好好的 你和他是天生一对 你叫他忘记我啦 我一点都不怪他的 说完 他还拿了一把剑给我 说是什么淑女剑来 和你那把君子剑是一对的 你说他是不是口花花啦 说得出就说的 杨国就越听越猛了 直接一够云那样 都不知道小龙女 因什么事会和郭芙 说出这样的说话 那难道郭芙 杨国就问了 郭芙啊 你 你好懂得承认我 我师傅怎么会 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说话 那 那把淑女剑呢 淑女剑呢 你拿不出来就是骗我 郭芙 冷笑两声 李转手一拔 生声 云背脊后边就拔出一把长剑 剑身污污污污 只是那把在绝情谷得到的淑女剑 杨国一一见到 那个头当当 滚声 好像五雷轰顶那样 他还不肯相信 郭芙 无人想和你配成一对 这把剑明明是我师傅的 是你偷了他的 是你偷了他的 那郭芙自小的脾气 就已经很任性 连父母都让他三分 无事兄弟对他 就更加千衣百顺 哪里受得着 杨国这样来冤礼他呢 杨国这样说啊 即是说自己摆到个局 有意嫁给他 而他几大都不肯 哇 郭芙想到这样啊 真是生得头壳顶飘烟 他举起那把熟女剑 就想斩到杨国那里 不过他突然想起一件事 觉得说了这件事出来 他会重解恨的 于是他将把剑 雪声插回到背脊 后边的剑销上 笑口吟吟地坐在杨国床边 将椅子就说了 哥仔哥 你师父财貌相传 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水性羊花呢 就没什么人知道的啊 好了吧 各扶你 说我就说我了 连我师父你也说了 我是有那句说那句而已嘛 上两天全真教的赵志平和韵志平来探我一把 那一刻他们两个在房里吵架 刚好被我听到啊 赵志平说韵志平啊 跟你师父怎样怎样 韵志平照应了啊 只不过就是怪赵志平不要这么大声吵而已 杨国十声揭起一张皮 翻身坐在床边 什么 什么怎样怎样啊 郭芙 你说清楚点 郭芙的面就微微有点红 好像有点尴尬地说了 哎哟 哥仔哥啊 这些事 还 还用画公仔画出场的吗 你师父自己做的 他自己就说得清楚的嘛 杨国又生气 杨国又生气 头脑的这么乱啊 反手 咔嚓 一巴掌到郭芙面上 哇 打到郭芙眼霧金星 半边面都肿了 哎呀 郭芙一世人没被人这样欺负过的 发狂之下 顺手拿出熟女剑 咔嚓 一剑刺去杨国的颈道 杨国左手一大 右手突然伸出 按着他把劍柄一拧 就抢了一把淑女劍过来 各府被人掩了一巴掌 又抢走了一把劍 就更加火上加油 见到床头那里又有把劍 一手拔一把劍出来 兜头兜脑斩到阳哥里 阳哥见寒光闪动 他去淑女劍向上一格 跟着倾框 整把劍甩手就跌了落地 他暈了七天这么久 还哪有力气 各府这阵时双眼放黄 心想 你害死我妹妹 今天我杀回你保数 他一咬牙 吹 废劍又斩到阳哥里 阳哥中毒未好 四肢无力 眼见把劍一斩下来 自己人头落地 就被逼低高右手挡住头 劍峰落柱 他整只右手就被斩落地下 各府一见客到整个外浪 这样才知道撞了大板 只见阳哥断手 凤凤声血飘出来 怕他掩住双眼 中下中下就中出门口 各位 阳哥的手断了 这运大祸了 他怎么算好呢 明天再说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